因为股东之一顶星集团涉入了黑心有的风暴 让外界一度担心今年台北101的跨年烟火放不成了 现在有好消息传出 台北101宣布 今年的3800万跨年烟火 将会由英叶达已故创办员温世元 他所成立的看见台湾基金会来出资赞助 今年台北101的跨年烟火 因为股东之一顶星集团涉入黑心有风暴 让外界一度担心不放了 台北101在23号宣布 由英叶达已故创办人温世人成立的 看见台湾基金会赞助3800万元 成为了今年跨年烟火的赞助商 而这也是101首次出现非盈利事业机构出资的赞助 每年的跨年烟火 都是台湾民众引领期待的美好事物 可是今年对世界说故事的舞台 台湾原本好像要缺席了 我跟基金会的同仁说 我们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看 是否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看见台湾基金会可以做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洽谈 双方终于在22号晚间谈好合作模式 今年烟火主题定调为IC台湾爱惜台湾 101董事长宋文琦表示 能够在非盈利机构出资下赞助烟火 对台北101有加分的效果 而这一次合作只是开端 期待未来继续结合双边的力量 达到一加一的效果 共同为这块土地尽奋心力 我们不是一个百货公司 我们也不是一个地产公司 我们也不是只有一个观景台的公司 我们是台北金融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当有一个地产公司要来买我们 号称可以替我们加分的时候 我个人是感到有一点奇怪 宋文琦表示 很多人不喜欢一次性的烟火 但要不要放烟火 应该由台湾人共同决定 也认为今年将会是11年来 最精彩的烟火 记者物有一定国防特区报道